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完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名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今天又想你和我们的听众分享下一个 是不是常见的问题呢 但是也挺直接的 就是我们脚部的抽筋 还有有时候有些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之中 会发生了一些痛症 可能骨的痛 可能有时候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听到 就说他们发烧可能是发骨折 但是也挺痛的 这些比较很特别的情况之下 你临床上面那个用同类疗法 可以怎样帮到这些问题呢 我相信脚抽筋这些很多人都经历过 都不用怎样解释的了 通常小腿或者大腿肌肉抽筋 那宋文仔的成长痛呢 当然有时候你会发现那宋文仔 无端端这样 就说他的脚很痛 那你就解释又不是抽筋又不是成 总之呢 就觉得那些关节附近那些位置呢 好点痛的 那这些呢 如果你是宋文仔或者青春期的人呢 都会出现的 那这个我们叫成长痛 或者Growing Pain 好了 那英文上呢 有叫做 就是脚抽筋叫Charlie Horse Charlie Horses 我认为是因为骑马 骑马 骑马 中国人就没有这些这样的说法 但当然脚抽筋是很容易有 通常都是几秒钟 或者最多是几分钟而已 那就会过的了 但是呢 成长痛的那些宋文仔呢 有时候是痛在肌肉的关节 通常是关节附近 有时候是那些筋膜 那些筋的地方 有时候觉得是很深层次的 因为痛的地方是骨 那里的 所以这两种的痛 其实都可以很痛的 有时候有些人的脚抽筋 哇 痛起来 真是弹起来 就大叫的 是啊 很痛的 那 那通常呢 但这些痛呢 通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没有什么紧急的 嗯 通常自己呢 都会自己会好的 是 但是呢 始终是痛的 你多数是有办法呢 可以处理它 甚至乎可以 医治它之后 就没有那么出现 有些小肠 如果小肠经常这么骨痛 骨折痛 那怎么可以 你不理它不行的 它经常是叫的 是影响它的 所以有些方法呢 能够医治它呢 当然是非常之好用的 好了 第一 就要看啦 整常慢慢地看 看一个痛的地方是哪里 是怎样痛法 那你观察下 在她痛的时候 她有什么身体体位 呢 就会令到她会舒服一些 就是什么她做得了 会舒服一些 接着要听听他说什么 有时他说我通常去行山的时候就出现小腿抽奸 你听到这个说法 你可以想到这个疗剂就是碳酸钙 如果你听到一个小朋友或者一个女儿 主要是看现龄 骨折成长期出现的这些脚痛 你就想到这个疗剂就是 碳酸钙 碳酸钙 如果你听到声音 他说我痛的时候 尤其是我的脚 尤其是脚趾的位置 小腿方面是痛得很痛 痛得很厉害的 这个情况 你就想到是 碳酸钙是 碳酸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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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碳酸钙 碳酸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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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关节那里,尤其是因为它的劳动,爬山,走楼梯,总之是粗劳狡出 尤其是它对潮湿冻的天气,它特别敏感,特别影响到 这个疗剂就是Calcaria carbonica,就是碳酸钙 一般小孩的成长痛,通常会用Calcaria phosphorica,一般都是这样的 当然如果你发现都不行,有些深层的疗剂,就要找一个正式受过训练的疗剂医生帮忙 如果那种疗剂是脚,那些人是很容易的,解释不到,很容易地收筋 有时候老人家,他经常都很容易抽筋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工作,甚至乎在性行为的时候,那时候都很容易抽筋 这种情况,可以想是Cupram 通常遇到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你有三十施,每四个小时吃一吃 其实很简单,你当时有事的时候,通常都是你发作的时候,你可以立即吃 当然如果是骨子的成长痛,当然它不是某一个特段时间的 你就每四个小时吃一次,每四个小时吃一次,看看是否有帮助 通常吃三十施,你都知道应该有帮助 没有帮助,你都可以转 这个效果,比如特化的情况,即时应用 通常几分钟就会知道,立即会舒缓 如果疗剂用得对的话 除了疗剂之外,当然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一般人都会怎样呢? 最简单的人就会站在一个地方,拉一下 最简单的一般人都会做 有些人就会稍微按摩一下它 尤其是推动它,将按摩的手势向心那方面推过去 有不同的程度 都要看自己的时间是哪样舒服 有时候有些按摩,按下去可能更加抽筋 所以我发现很多人的自觉 就是立即站在地上踩着它,拉着它 也有些人可能用一些热敷的方法来帮助它 或者接着就冲个月水凉 我经常叫大家用Epson Saw,射盐,浸浴 这个整体也会帮助 因为Epson Saw有Magnesium 那Magnesium修肥的尾是会帮助你放松肌肉 好了,遇到这些情况 平时也可以吃一些简单的营养补充剂 比如钙和尾,通常是二对一 比如钙用1500mg,尾是750mg 大部分很多时候配方都是这样的 钙和尾是二对一的比例 也有些人发现它经常很容易在运动之下抽筋 我们可以平时喝点水加点盐 尤其是能够找到一些可盐 比如Celtic Sea Salt 或者喜马拉雅山那些 因为那些矿物炎比较充分 也帮助你减低身体的液体 因为出汗得很厉害 所以这些很多东西大家都可以做 这些疗势我相信没有什么人没经历过 只不过不是很多人有机会 是懂得用一些非常有效的方法 和疗法的疗势去处理到这个问题 虽然这个情况好像他所说 有时候都可以立刻用一些手法 但是有了疗势之后 效果就会显著更加快一点 阳先生麻烦你帮我再详细一点 分析那三种疗势的特点 应该是什么时候用哪一种 第一种介绍是Calcary Carbonica 碳酸钙 通常都是小腿或大腿抽筋 有时候抽筋的时候在床上睡觉 或者是运动之后 劳碌之后就抽筋起来 这些人有时候平时感觉到 当天气潮湿冷 会有些骨痛 如同这些情况 都可以想这个疗势 要不然有些人很可怜的 某个天气一转就很不舒服 这些情况的人有时候 他不是很喜欢行山的 不喜欢上楼梯的 尤其是很转气 和脚没有太多力 通常这些人平时都很喜欢吃鸡蛋 他很有趣 很喜欢吃鸡蛋 八十蛋 这些食物 有时候擦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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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泡泡的那些体型 这个就是典型的 Calcaria carbonicum Calcium carbonicum 炭酸钙的正形 第二个疗势 就是Calcaria phosphorica Calcium phosphate 就是轮酸钙 这个主要是成长痛 即是你遇到一个小孩 小孩出现这个问题 成长痛的 或者那些人可能是去滑雪 在一个冷的环境 尤其是在雪地的环境 很容易出现 多数滑雪的小孩 比较年轻一点 就想想这个轮酸钙 轮酸钙 一般来说 主要都是成长期间 但轮酸钙的人 都有一个特点 他比较喜欢吃一些腌肉 香肠、腌肉、Bacon 他平时喜欢吃这些食物 比较多 第三个疗势就是Coprum Copper 铜 这种的阵型 通常是抽筋 在手掌、脚、脚、脚底 四肢最外的小腿 当然任何地方的痛都可以 尤其是腹部痛都可以 突然之间痛得很交关 痛得整个脚 抽筋、抽筋、抽筋 或者整个脚是啪啪啪 这种痛得很严重 这个疗势是Coprum 这个是痛 好的 谢谢袁医生 虽然刚才都提过 抽筋或者小朋友 一路成长的时候 那些出现了痛症 很多时候 我们有些民间的方法 按摩一下、伸展一下 都可以减低了 但是也都可以利用了 这个疗势 尤其是刚才说的 那些小朋友去成长之间的时候 整个疗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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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可能心理上 也有个影响 但是如果用到疗势 可以帮他们减轻 或者甚至乎 消除了这些患症 也可以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 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目的 好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有关疗势 或者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运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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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